要排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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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都想著 知道結束後的感受是怎樣 身心有 為何不認識 我記憶了 記憶了多少年 過了二十年 你覺得這二十年來 教協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為教師爭取了很多錢 本身也是 一個最大的教師公園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 對你來說意義最大的是什麼 結束的意義最大 你說你這十年來都見到 為業界做了很多事情 那你也是他的名牌 對你最大的影響和意義是什麼 對我最大的影響當然就是 我想選了一個 為教師爭取取益的一個機會 以及一個Union 這個我想 除了他之外 沒有其他地方 沒有其他Union 可以代表香港的教師 為何會這樣 因為教師組織都有其他 這個很明顯是最重要的一個 你覺得教協的代表性是怎樣 我當然最大的 因為他在全港最大的教師公會 都是他 事實上你如果不計他 你計其他教師公會 基本上那個代表性都很有行 那現在 因為這麼多年復始的 教師公會結束 你的感受是怎樣 你覺得 是什麼真相 其實那個感受當然不好受 所有人都是 如果你是這個Member 的話 我想這個Member 這個Union 是幫香港的教師做到很多事情 你覺得責任是否屬於 行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想很難這麼說 誰是有責任 當然 看到這種情況是很可惜的 你本身是做老師的 是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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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結束 以後你覺得 如果你需要表達意見 或者你要求助 你自己有沒有想到會怎麼辦 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但我想 當然 香港是少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團體 來幫教師發聲 一個是敢於為老師爭取權的一個組織 會不會覺得 日後很難有人幫你發聲 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沒有水晶球 不知道這張樓會怎樣 但我猜 這個小小的發聲音 最重要的聲音 不是那麼容易 是可以有另一個團體 可以發表到 這個 那樣的 Million 你今天是特意來超市 還是本身都有來買 我本身想要人買東西 但我剛好看到 那就順便過了 因為因應今天 那個決定 所以就突然 對 對 你本身同意 例如 官媒對界局批評 例如 事態有差 我想 官媒一定有自己的立場 這是很明顯的 但問題就是 公道自在人心 我想 在這個段階 都不需要去想 到底 官媒說什麼 然後 覺得他做 是不是對 這個段階 都不是說這些 究竟香港現在 有沒有什麼團體 或者人事 仍然可以代表到 老師發聲 教協以外 我想就不多 我不想說沒有 但 始終是一個最大的 教師公會 沒有了一個 教師公會 到底 剩下的一些 教師團體 到底是否可以做到 教協 幾十年來 所做到的 這是一個疑問 怎樣形容 教協在現在 決定解散 這個 教協 形容 雙感 很明顯地 香港歷史上 是不可以 你看到 教協的出現 跟香港歷史 很有一個關係 所以 現在 你沒有了這個 團體的時候 當然 標誌著某程度上 就是一些 香港教師 教育 發展的 一個 歷史的終結 但是 我們現在一邊 如果你馬上前面 到底是怎樣 這個 我暫時看不到 你做了老師多少年 什麼 做了老師幾年 做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三十年 我也沒有 我教 香港歷史 教 都是 科羅提出 是 貴姓 是 笼 笨 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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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協去 表解更多一些 香港最大學的教師 以及去看教育問題 所以 現在沒有教協的時候 這方面的理解就會少了 你去教協已經幾年了 我超過二十年 二十多年 三十年 當初為何入會? 為何入會? 為何入會? 作為一個教師 可以代表你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明顯 很純理成章的因素 為何入會? 本身不只是教會員 不是 剛才你也說過心情有影響 另外還是覺得少了團體代表你 你覺得與香港政治環境是否有關? 當然 在香港政治環境 我想你也不會 到今天這一步 老師你會不會理解教協這次的決定 以及你自己也教歷事科 你自己怎樣看 教協上星期就中市成立了工作小數 你覺得他們是否在做最後一個努力 你自己怎樣看 你自己怎樣看 你會不會理解立場? 我不知道教協背後的行動 但我相信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想明清那個部份 但看來就不行 所以這是一個可悲的事 我覺得其他教師工會 能否發揮到教協的作用? 我猜難 因為你如果可以的時候 是很簡單的 你如果可以的時候 其他教師工會的 membership應該多很多 不應該是個個的人 你很簡單 你去問一下中小學 大中小學的老師 如果他是一個香港本地工會 教師工會的member 到底他們是哪個工會的member? 你計算一計算 很容易看 其實教育一定是最大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大? 如果其他工會都做得到 教協做的事的時候 那為什麼人們的memberch 沒那麼多? 請問當然 教協過往都有為你們的教師同工 可能處理取消註冊的上訴個案 那有沒有可能解決之後 可能對這方面 你們同工的影響都很大 這些跟進的個案 會變得很困難?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情況會更加差 或者是好 我不知道 但我只可以說 我相信 有些聲音會沒有了 這個會影響到最後 整個教育界 他們的教師等等 他們的利益 希望發聲的渠道會少得 那很明顯地 應該會有一定的影響 有沒有跟師徒說 華叔聊過 沒有 都覺得現階段教協解散 如果華叔在世 會不會都有機會 可以想著你們 我不知道 不過很明顯地 你看看二層中央 對師徒說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所以師徒說死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些讚賞的說話 所以很明顯地 以往的中央和教協 可能不是這樣 是近兩年 或者三幾年 情況變得很差 你怎麼看 前幾個星期 官媒都有形容教協 有清除毒牛 或者教育有錢港 你怎麼看 我猜 一步步來 他做完這個 可能會有下一步 是第二個團體 我猜 不知道會怎樣 我覺得下團體會是誰 不知道 或者你覺得 教協是否像騰手一樣 是聖治靈界專業 要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說的話 是不是令人信服 你不是令人信服的說話 你說完之後 人家更加會不開心 不是 現在國安法底下 現在有很多教育 其實你覺得 最教育界 就是可能日常 工作 或者課室裡面的空間 等等 都見到會收拾 我猜是 為什麼 我猜 因為基本上是 就是 你無論是 你看這兩三年那個 香港的轉變 你就看得到 其實 我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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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自己 有沒有考慮過 就是 就是 但是 就算真的 有些人 離開香港 就是明老師 很容易明白 很簡單 你看今天明報 你看今天明報 有沒有明報 今天明報 你看一下 它那個 招聘版 現在是 8月10號 還有一大堆學校要請人 以往不是這樣 很簡單 你們知道 應該很多都知道了 好